因为上海的疫情台湾同胞是非常关心的 那最近上海有一些台胞反映说因为风控导致于生活比较困难 那比如说台湾有最近有个新闻新闻比较热门 是说有台湾艺人说因为物资比较缺乏 所以他在上海一天大概只能吃一餐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说 这个台办这边收集到有没有一些上海台胞 因为这一波疫情面临的问题 那又是如何提供他们一些协助 实际上在上次发布会上 朱峰莲女士已经就在上海的台胞 台企疫情防控情况做过一个简要的介绍 那么在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根据你的问题再做一些补充 那么据我们了解 目前首先是企业方面 据我们了解 目前在上海的台资企业生产经营是总体稳定的 对于部分台企暂时出现的物流不畅的问题 市台办专门协调有关部门 出具企业证明 通行证等等 来帮助台企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带来的影响 第二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上海市发布了抗疫情 这个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目前的这个市台办正在积极协调有关方面 确保这个政策措施在台胞台企中落实到位 第三呢 对于你刚才提到的台胞个人因为疫情防控而受到生活影响 那么市台办也在积极协助解决一些极难救助的事项 那么包括捐赠物资和配送物资 刚才你提到的这位台湾艺人 那么市台办专门打电话与他联系过 询问他生活上有什么需求 那么他表示 居委会都有在进行团购 他自己也都能买到 那么同时他也收到了 市里统一配送的应急保供的蔬菜 加上他还有些存货 所以他生活吃饭没有问题 他绝不是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谢谢 那么最后我要强调 这个疫情防控涉及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们相信广大台胞台企都能够充分理解 并且配合当地的防疫措施 实际上据我了解 很多在乎的台胞台企都纷纷的踊跃捐献物资 这里我就不点名了 那么同时我们相信有关地方他们会统筹疫情防控 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工作 感谢观看